我是吴馨宇 本期的骗招怪招破解呢 我们开始来研究这个骗招的破解 看过前面节目的期友也知道 我们前面讲了让子期的这个骗招 那么今天所讲的骗招呢 和让子期的骗招呢 就不太一样啊 它是肯定出现在 分先对局呢 中呢会比较多 而且欺骗的手段呢 可能相对呢 也会更加高明 破解起来呢 这个复杂程度呢 也会难得多 我们先看看一个最熟悉的 这个新定式 白棋挂 黑棋一间低价 白棋点三三 黑棋如果说是这样 那么这个定式呢 可以说是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黑棋呢 它有一个这个骗招 那么就是当你爬的时候 当你爬的时候 他不退 他不老老实实退 他要搬 这可以说呢 是黑棋对白棋的一个很严峻的考验 这个怎么办 白棋呢 是有点这个需要好好研究一下 首先如果黑棋直接搬的时候 那么白棋如果就跟着搬 那个是明显的 要吃亏的 那么接下来黑棋退 白棋虽然搬张 还是先手 但是呢 整体来说呢 已经被黑棋都压缩在二五 压缩在二五 白棋这个脚啊 活得是非常的小 活得是非常的小 那么和刚才相比 大家看一看 这个退的时候 白棋是跳出来的 这个头呢 也出不来了 和刚才相比呢 可以说呢 这个区别是非常的大 区别是非常的大 等于说黑棋虽然多花了一手棋 但是呢 把白棋啊 这个整体都给压缩进去 压缩进去 黑棋这个外势也非常大 这个白棋呢 是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的 可以说是首先呢 要排除掉 首先要排除掉的一个下方 那么这个棋啊 那么这个棋啊 黑棋搬的时候啊 白棋这个搬太过软弱啊 防守起来太过软弱 那么白棋当然是 哎 你不退 那我当然是很想断 但是呢 如果啊 如果说直接断上去呢 又显得太这个 这点过分 那些过分 那么黑棋啊 他不会在这里轻易的印啊 如果在这一带轻易的印 那么白棋啊 就算轻松的搬过 就可以了 但是黑棋呢 有这个强烈的 厉害的招法呢 就是搬 这个是要点啊 这个是要点 搬这个的同时 防止你白棋搬过呢 也防止住呢 你白棋这个打吃了 这个一下子呢 白棋呢 反而要陷入呢 苦涨 你看 比如说白棋 如果搬 黑棋装上 黑棋装上 那么白棋 由于不能吃在这 那么只能 啊 二路打吃 黑棋呢 退 白棋还得爬 二路爬活 那么这个呢 就比较很明显的 就比较吃亏了 只能长 那么黑棋呢 也就搬一下 这个先便宜一下 然后呢 黑棋再从这个二路 这个拖过 这个结果来说呢 虽然接下来啊 白棋呢 还是 还是可以继续战斗 但是总的来说呢 大家可以看出 在这个底下啊 在这个底下呢 白棋活得很小 而外面呢 黑棋在拆衣啊 或者尖 这一带呢 还有先手 还有先手 那么外面的这个作战呢 白棋呢 也是不利的 也是不利 这个白棋呢 是明显吃亏的 或者说呢 如果我们熟悉另外一个定式的话 大家看看啊 如果说是这样 这个样子的话呢 是另外一个定式 倒是呢 白棋呢 可以下 可以下 但是现在黑棋等于在这里 已经多了一手棋了 多了一个 一个 这个 帮忙的 多了一个帮忙的 那么呢 那就是说呢 白棋作战呢 就会呢 相对的 明显呢 要苦得多啊 因为以后在中央 肯定会发生战斗啊 黑棋呢 多了一个同志帮忙 那个是明显呢 黑棋中央的作战呢 就会变得呢 有利得多 有利得多 这么 这么一看呢 就是呢 白棋啊 面对黑棋的这个班 直接断 也是呢 就是过于呢 冲动 过于冲动 那么 当黑棋搬的时候 黑棋搬的时候 这个白棋 从阿鲁搬 过于软弱 从上面断 又显得呢 过于冲动 那么 白棋的应对呢 肯定呢 只能是在这边这一带 那么在这边这一带 白棋的应法呢 有两种 第一种是利 第一种是利 这个利呢 就是说呢 是在 可以说在十年前 二十年前 甚至于老师就教你 你搬的时候 这个人家无利的时候 你利一个就行了 就能就是说破解了这个 黑棋的这个无利手 为什么呢 因为白棋利的时候 白棋利的时候 黑棋 现在是无法挡住 如果挡住的话 那么再断 再断 大家呢 就可以发现 这个当初黑棋 这个斑的要点 斑的要点呢 就是说呢 已经被白棋抢占去了 那么白棋断了以后呢 这个黑棋啊 就两个明显的漏洞 那么一个 要打吃 这里要吃住你 要吃住 那你得防守啊 得把它跑出来 那么第二个明显的漏洞呢 就是这个斑 大家注意 这个一定斑是很重要的一步 如果你只是退 那么就换了 那么黑棋呢 就可以脱 就可以脱过 一旦被黑棋一脱过 那个白棋就整个就失败了 脚上呢 也不活了 外面呢 也成固棋 也成固棋 你这个斑是 现在是没有用的 你斑的时候呢 它可以断掉 你吃这个 黑棋呢 可以从上面 吃东 这个白棋是不行 所以 这个斑住景气 是重要啊 这一斑 黑棋这三个整的 已经是可以说是 无路可逃 无路可逃 如果 黑棋脱 白棋就挖 这个就死在里面 先打了 再打吃 这个也是没有用的 这个打吃 同时自己也撞气了 这个也跑不掉 或许我们隐隐约约中 印象中 还有类似于 这个 是不是有这个妙手呢 这个其实呢 也没有用 白棋呢 就老老实实地把它吃了就行了 这个也是就是说黑棋不行的啊 你要是一路跳啊 这个手法虽然是很巧妙的 但白棋就算一步一步跟着走啊 这个黑棋也是不行的 你绑住呢 它就扑啊 这个不是结 大家注意啊 你提的时候呢 它就从后面一打吃 这个还是个结不贵 所以呢 这是黑棋啊 被白棋这个地方搬住以后 就是说被白棋这个搬住以后呢 黑棋这几个这三个子已经呢 无路可逃啊 无路可逃 那么所以 被这个白棋立的时候 黑棋打是不成立的啊 是不成立的 被白棋一断啊 这个打吃和这个搬 黑棋不能兼顾 那么 虽然黑棋不能打啊 但是呢 黑棋呢 还是可以整装上 白棋呢 可以拐过啊 可以拐过 把这个子联络了 本来这个定式呢 这个子是被切断了的 是不是 是被切断了 那么就是 现在呢 联络了 当时原来认为呢 这个结果呢 白棋呢 黑棋就吃亏了 黑棋就吃亏了 但是在经过研究以后呢 随着这个 随着这个 嗯 这个围棋的这个技术方面的发展吧 时代的这个进步啊 那么呢 后来逐渐又进入了更深的研究以后呢 认为呢 这个结果呢 黑棋呢 首先不见得吃亏啊 那么我张上 啊 你拐的话 我的黑棋的这个发展方向啊 由这个方向 是不是 我搬下来的这个方向 转为了这个方向啊 转为一个这样的发展方向 嗯 这个好坏 有时候很难讲 很难讲 说不定我当初我这个方向不太好 发展的方向不太好 那我现在转到这边呢 这个黑棋也是可以的 嗯 第二呢 在这个局部呢 黑棋继续走也是可以的啊 就是我张上 你拐过去的时候 我继续顶住啊 这个顶住 白棋当然只有打了 然后我再厚实的啊 把白棋给封住 把白棋给封住 你白棋最强的呢 是联斑啊 如果你张上呢 我就退 这个黑棋呢 封得非常的厚实啊 非常的厚实 白棋大家也可以看看 这个二路子力啊 比较多 嗯 比较多 这个压缩下去以后 白棋也是 不 嗯 所得啊 可以说是非常的少 黑棋外面呢非常的厚 那么白棋呢 要先扳一下好一点 让黑棋吃 白棋再沾啊 白棋呢 多弃一个子啊 给黑棋呢 留下一点这个余味 如果黑棋打刺 真子有力 虽然能打刺呢 以后也有影针 如果不打刺 退一个呢 那么这个子呢 还是留有一些余味 不过 即算是这样啊 即算是这样 这个棋呢 还是 呃 非棋啊 也是完全可以下 完全可以下 呃 嗯 从这个 当初认为就是说 白棋拐过去 就是白棋好啊 到后来认为黑棋可以 转换 就是转换行棋的方向 认为黑棋也可以下 一直到现在啊 就算顶了 斑了以后 黑棋下得很厚啊 白棋底下木属 嗯 比较小 嗯 甚至于到了现在啊 现在的这个 呃 我们这个 现在的这个 研究和判断呢 觉得这个 下成这个局面的话 啊 应该还是黑棋还不错的结果啊 啊 黑棋还不错的结果 嗯 从白棋好 到差不多 到黑棋好啊 啊 这个呢 同样一个棋行啊 随着时代的这个 嗯 进步啊 或者是技术上面的这个 有新的认识 嗯 由白棋好 而转变为黑棋好的认识呢 现在呢 已经成为一个这个共识啊 已经成为了一个共识 那么 那么 面对黑棋斑啊 白棋啊 利的这个 呃 破解方法呢 呃 已经呢 不能够让人满意了 那么 白棋呢 还需要更凶的这个破解方法 那么更凶的破解方法呢 就是班啊 还是班章 依然呢 这个是这个棋行的要点 不管你是退啊 还是班 我都呢 是班章 这个依然是这个棋行的要点 黑棋班 黑棋只有班啊 如果现在黑棋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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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白棋啊 的联络手段 当然不会是接着的 嗯 他是肯定呢 要藏出去的 要藏出去 那么不管你黑棋这个封锁 还是 还是脚上的这个木树和味道 完全呢 就不一样了啊 那么这个结果当然白棋还可以 黑棋就封不住了 有点封不住了 你靠它就搬出去 和这个指的位置差很多 所以呢 黑棋还是要搬 白棋再粘上 既然搬了 那么也只有粘了 也只有粘了 如果现在粘这个 它一断 那你那你这两个交换 又是大数 那么再粘上 那 粘上以后呢 白棋呢 接下来呢 可以对黑棋的这个 无理手呢 进行惩罚 进行惩罚 那么这个惩罚呢 有两个办法 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啊 当白棋争执有利的时候 就直接 就可以断上去 直接就可以断 现在把黑棋断了 所以刚才有了这个交换以后 再断这个呢 这个威力呢 就非常的大 但需要注意一点呢 就是增值有利 那么是哪个增值呢 断的时候 由于要打吃 这个呢 黑棋呢 不得不硬 那么它只有退 那么当你退的时候 啊 白棋 再加住 加住 如果啊 这个黑棋 增值不利 那么现在呢 是非常的 这个 非常的弹啊 这个一加住以后 大家可以看出 这几个子的气 是非常的紧的 它只有两棋棋了 这个地方只有两棋棋 这个气非常的紧 打吃啊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增值 所说的这个增值 但如果 增值这个 黑棋有利 那个白棋 白棋肯定不好了 被增值了 你虽然能打吃 但是我提掉 这个一路渡过 而且眼位 还没有 不是很足 这个不行 所以这个一定要的增值有利 那么增值有利 白棋再一跑 这个就厉害了 这就厉害了 黑棋呢 已经是无法防止 被跑了以后 被白棋这一打 打成鱼形 已经无法防止被人家打成鱼形 比如说你想立的话 那么你立 它这个外面就是仙手 白棋一拐 都要打这样子 你这还得跟着走啊 这个随便的一拌 它这个贴还是仙手 这个一拌还是要死 随便的一拌 它把这个走掉也行 白棋就把它走掉也行 就退一个 这个黑棋就死在里面 死在里面的话 黑棋是大亏 大亏 这个是不行的 这个 如果利不行 这个利下去不行 那么只能在外面硬 搬这个和利一个效果是一样的 搬一个的话 它也是可以管 这个效果呢 是一样的 那么不能硬的话 那么只能在外面硬 外面不管你硬在哪 反正你打吃 它就跑 如果你退 如果你退呢 那么不管怎么样 白棋先打到这一下 把这个黑棋打成一个大鱼形 那么呢 这个黑棋已经说是很失败 很失败了 接下来白棋的下法也是非常多 非常多 直接压 继续压出来作战 这个黑棋也是会非常的苦 非常的苦 这有跳 这有扳 这黑棋还是非常的苦 解明一点 直接出头都可以考虑 都可以考虑 但能压呢 还是最好 这个呢 可以说是黑棋啊 一旦被打着 就是非常的这个 弹的形状 非常弹的形状 很难呢 所以现在与白棋作战 那么 如果啊 我家的时候 你 我打吃争子不利啊 那我虎的话啊 首先肯定不能利 利一个的话 直接就被白棋藏死了 直接藏一个就是 那么虎这个的话呢 同样啊 你总是 白棋只要能打着这一下 白棋的原则就是 只要能打着这一下 把黑棋打成个鱼形 白棋呢 这个棋就很好下了 黑棋的效率啊 已经就是说太低了 这个白棋出头也是黑棋大亏的形状 也是黑棋大亏的形状 所以说啊 当这个 真子 有利的时候啊 白棋真子有意思 这一段啊 黑棋这个可以说是 要吃大亏啊 被断了一家啊 这个棋呢 肯定就是说也要吃大亏了 这个黑棋啊 吃亏不小 那么 还有一个 就是说 真子不利的情况下 那白棋怎么办呢 是吧 我们刚才说说的 这个前提是要真子有利啊 你不能背得真死啊 如果你真子不利 你跑去长 那么黑棋拐回去 这个脚上还要后手做活 这个肯定不行 如果你先扳呢 那他还顺手一扳 你也加不着这些 他直接就这么大事 所以 当真子不利的情况下呢 白棋也是有办法的 那就是 采取强烈的手段 加一个 加一个 加一个的时候呢 嗯 黑棋呢 如果是 怕了 回头了 沾上 那个呢 已经明显亏损了 嗯 大家稍微脑筋转个弯就知道 这样是一个正常定数 那白白的多了一个 这个冲和挡的交换 这个可以说是大损 这个可以说是大亏 这两个交换 那么 黑棋呢 势必就要立下去 立下去 那么呢 白棋再断 断的时候呢 黑棋只能跑了 这个加下好处就是呢 不让黑棋直接藏出来 他只能从那 让他从二路 跑出来 那么 那么接下来 白棋呢 啊 再长 啊 也是可以考虑 或者呢 依然采取我们刚才所说的什么呢 加的手段啊 依然可以采取这个加的手段 这个 黑棋 也是非常难硬 很难硬 呃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这个被人家打吃一下 那总是有点受不了的 那么如果你跑 我就钻 我就钻 嗯 你要是去压呢 那么 白棋只要打着这一下 做钻起来呢 就是会非常的这个简单 那么 如果 你要立下去 啊 要立下去 不肯被人家打成鱼型的话呢 白棋啊 由于有这个压的线索 压的线索 你这个得退啊 是吧 然后呢 继续压啊 继续压 这个 还是得硬啊 再一扳 这个局部 啊 黑棋呢 依然呢 是不行 啊 还是要死 这个还是要死 所以说啊 啊 就是当 白棋啊 这个加的时候 黑棋立 白棋断啊 黑棋呢 拐出来 白棋呢 就加一个啊 就是 一种下法 啊 那么黑棋只能走这个 那么白棋再打啊 黑棋粘上 白棋再搬啊 黑棋再吃 虽然这个吃 比刚才退了 跳着吃呢 要好不少 但是 即使这样呢 这个结果啊 也是呢 白棋呢 很不错的结果啊 也是白棋很不错的结果 如果白棋啊 甚至来说 还不满意的话呢 嗯 也有可能 白棋就是说 先 沾上 先沾上 这个呢 也是 也是相当的 凶的下法啊 就是先沾上 先沾上以后呢 如果你硬 那么呢 我就搬 就搬 这个局部 你这个黑棋呢 无法与白棋对杀啊 你要断 即使真正有力断呢 他就退一个就是啊 他就这个 就退一个 就没有关系了 如果你要搬出来啊 我站的时候 你搬出来啊 交换了以后呢 再加啊 这个下法呢 也是非常的凶啊 非常的凶 这个呢 就连刚才你断吃的机会 都不给你啊 整个一个呢 就是说 嗯 要彻底的啊 惩罚白棋 惩罚黑棋 惩罚黑棋 那么你再次这样走的话呢 他打不住啊 呃 那么 这个结果呢 就可以看出来啊 呃 有了这样的手段以后呢 黑棋的这个班 啊 黑棋的这个班的手段啊 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过分的 还是这个过分的啊 嗯 白棋啊 我们把这个要点啊 给大家这个重复一下啊 要点重复一下 白棋这个如果 面对黑棋班的无理手啊 面对黑棋这个班的无理手啊 面对黑棋这个班的无理手 白棋呢 正确的下法呢 是先在二路班长啊 先在二路班长啊 先在二路班长 呃 不要急着断 断呢 被对方班长啊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 不管黑棋二路班长 还是白棋二路班长 都是这个形状的要点啊 被对方一班长呢 白棋反而呢 作战不力啊 而 嗯 另一个啊 是比较这个老的下法 老的下法 嗯 白棋呢 没有抓住黑棋的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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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呢 反过来被黑棋呢 还要便宜一点 白棋就是紧凑着二路班长 啊 二路班长 然后 当真子有利的时候啊 如果真子有利 就直接断 来惩罚黑棋啊 惩罚黑棋 这所说的真子是 这个真子啊 这个真子 大家可能知道计算真子 要知道计算的是哪个真子啊 就这个真子 如果是真子有利 就是说呢 可以断完家啊 直接呢 惩罚黑棋 这个黑棋呢 很困难 如果真子不利 如果真子不利呢 那么呢 就可以加一个 加一个 不要搬 搬他一退呢 就还原了啊 就是说加一个 加一个以后呢 就是说嗯 让逼迫黑棋啊 就让黑棋呢 不能利 如果利的话 那么白棋一断啊 黑棋呢 可能只能回头啊 我们为什么说这个 直接断更加凶就是说 不给 连回头的机会都不给黑棋 黑棋呢 可以回头啊 小亏就算了 小亏就算了 这个亏损了 但是就是说 当然黑棋也是肯定是不好的了 不好的了 那么 如果黑棋利 白棋就断啊 大家就记住这个形状一点 断完以后 再一加啊 利用黑棋这四个子气井的毛病 只要能打着 这一下把黑棋打成鱼形啊 黑棋呢 就会这个 就变得非常的失败 会变得非常的失败 大家就记住这个要点 断开黑棋 然后呢 二路加 先二路班章 断开 再二路加 这样呢 可以说就是说 可以成功的破解这个黑棋班的这个 嗯 骗招啊 骗招 这个黑棋结果呢 会呢 比较吃亏啊 大家在这个运用的时候呢 也需要注意 也需要注意 好 那么 本期的讲座呢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通过 发邮件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方式呢 与我们联系 我们尽能力呢 给您回复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大家再见